其實我剛剛提過 你可以查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其實你找內政部的就一堆了 它主要是從這個網站裡面 這個網站裡面的話 不過它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其實給全省的 包含就是不動產的買賣 然後預售屋等等的 而且它一期的話 我記得好像才10天而已 所以變成說呢 你要下載之後的話 假設你要把全部資料都會整化 那你可能要花蠻多力氣的 因為它其實大概就類似一期 以一期為單位 比如說一期 然後呢 它這邊的話 就可以讓你下載看哪一種格式 然後這個格式的話 它又有分成全國的跟進階 可以讓你分成不同的各個縣市 去下載資料 所以其實第一步 似乎還是 假設你要比較完整的資料 恐怕還是要自己做合併 不過我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也許我就拿台北市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改 沒關係 你比較想要找台北市的不動產資料 然後呢 你可以找哪一年度的 像這邊的話 其實它有分 從101吧 一直到110年的第四季 一季一季每一季都有 比如說一季的資料 像最近一季的 你可以把它選擇下載 你可以用CSV或者是用Excel 那我們是已經整理了一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自行開啟 台北市的實價登錄這個資料 那假如說的話呢 我把它打開之後 我第一件是我希望批次做分類 比如說分類 分割 這個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區 不怕這邊是什麼 鄉鎮市區 請各位 也許 假設要分割的話 可以把它類似先摳到 A欄先摳到 K欄 然後再移除重複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重寫的話 其實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開啟Video Basic之後 按右鍵 先把它插入一個模組 OK 那比如說 剛剛已經寫過的 如果你懶得再寫的話 其實都可以拿之前的當成範例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這個是 就是說那個 剛剛這個 問題05的這個 那這裡的話 就有一個移除重複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移除重複 稍微把它Ctrl-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模組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針對什麼 針對鄉鎮市區 去做什麼 鄉鎮市區做移除重複 所以呢 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這個範圍的資料 call到 k1 OK 所以這邊把它call到k1 然後呢 這個地方範圍當然是從A 一直到A的 向下 不過這裡的話 最好是用向下追蹤 那追蹤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R 等於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就range A1向下追蹤 點END 點RO 一樣喔 因為這個範圍 它2500剛好是最下面 所以你直接怎麼 空一個END R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call過去 所以這個範圍call過來 再把它remove掉 remove的話呢 就是從k dk到k的最下面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ANDR就可以了 然後remove 掉 那就可以把我們要的移除掉 所以得到的 就會是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是12區啦 文山到大安 OK 那第一個我們就有清單了 第二個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分割 按照P4分割 從文山一直到大安的話 那一樣 其實你也可以 假設 你不想要重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叫做分割工作表篩選 OK 然後呢一樣可以 把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如果我要按照那個 從文山到大安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把這一段call過來之後 理論上大概就是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for i 等於 第二列到 第13 所以這邊改一下 13 然後呢一樣 新增工作表 這邊有個清單 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我們就不需要 OK 然後呢我希望能夠 新增工作表 並且把這邊的資料 這個是k 不是n 所以把它改成k 所以這邊改一下 第幾天 就是 這個 這個 一樣是這個 工作表 就第一個工作表 第k 然後呢從第二 所以從這邊開始 把它 重新命名 然後篩選的話呢 當然是根據這個範圍 所以 A1到多少呢 到 應該到 i 所以這邊改一下 這個要 i的 第幾天呢 這邊的話 一樣 我把它改成r算了 所以一樣 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呢把它貼到這裡 所以向下追蹤之後 and r就可以了 那拿上面這個範圍 cull一下 然後貼到下面 這邊一樣 貼一下 OK 然後Auto Filter的話 就篩選 根據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欄 因為A欄嘛 然後呢 我把文山區放進來 幫我找到文山區之後 那幫我cull到 指定範圍的A1 那就意思就是說 把文山區cull過去 然後自動調到南寬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那最後的話呢 游標放回來 然後呢 把它取消篩選 這樣子完整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 把程式cull過來 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它這個範圍 本來是2到7嘛 那這個範圍一定不對 所以把它改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是k 所以這個要把它改一下 k 其他的話還有哪裡呢 我們的這個範圍 因為我們前面是 範圍到2500啦 可是如果你每一次都用2500的話 其實範圍 假設會變動的話 那會出問題 所以通常會多增加一個 向下追蹤 的r變數 那把它串到後面 endr就可以了 然後呢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修改完畢了 再來的話 我是建議如果你改完之後 就是 可能不要急著馬上就直接按執行 因為一執行的話 其實錯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倒比較建議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請你按F8 或者增錯裡面看一下F8 這邊有 那築航築航看一下 先確定說呢 每一個變數裡面的值到底 對不對 比如說是不是949 Ctrl向下 沒錯 949 Ctrl向上 然後呢 4I等於第二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新增 有了 然後呢 新增的工作表之後 命名為什麼 文山區 OK 沒錯 然後呢 再把前面的資料篩選 篩選得到 這邊應該有錯 這邊要改一下 這邊不是N 應該是K 根據文山區做篩選 所以剛剛漏掉這個 如果剛剛沒改的話 那最後一定是出錯 因為找不到 找不到N的值 N欄裡面好像是空的 所以喔 這一行 篩選一下 當然你可以偷偷的往前切過來 文山區 記得要切回來 然後把資料摳過來 文山區的資料摳過來 然後自動調難寬 OK 然後其他就一樣了 所以如果第一次OK了 那其他應該沒問題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按執行 應該就沒問題了 有沒有 這樣叫十二區 一直大大安區 那就通通呢 幫我們把它 做一個 資料的分割 那再來的話就是 再把它刪除 刪除的話 其實應該更簡單 刪除的話在 剛剛的那個範例裡面 也有啦 其實都一樣 就是把它刪除 然後取消那個什麼 取消那個align 就是 要警告 要不要刪除 要不要刪除 那不要警告 然後把它刪除 OK 那就 就馬上可以 幫我分 然後也可以馬上幫我刪除 那就是剛剛我們第一階段裡面的東西 好 可是第二階段的話 比較 就是剛剛提到的 如果個別性篩選 加上防呆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再參考那個 我們剛剛寫的 我們剛剛寫的 應該是在 在這邊 不過前面我們有用錄製啦 不過這裡其實理論上 就不需要再重複錄製了 你就可以直接拿這邊的程式 拿來做修改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剛剛的實價登錄 試著移圖重複之後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做這個分割工作表 跟刪除工作表的動作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